老師 她作答好慢喔 我是文盲嗎? 應該是這個吧 有...有...不是喔 歡迎來到嗨的隊 我是台灣妞 我是吉娜 我們今天要來2020年20個大挑戰 其中之一 因為我們的PD回台灣了 對 我們這邊只有一張空氣的 他有看到吧 2020大挑戰有看到吧 今天要來挑戰韓文實力 要用爬格子形式 你們兩個每個人各抽一題 總共會抽出兩題 再介紹抽中題目後 會輪流上Gella的韓文課 之後再分別完成解題 來看看誰的分數比較高 就我們有準備五個文法 就是要爬格子去抽看 可以惡補哪兩個 喜娜跟我會看不同一個 看是不是看了真的會有差 聽完課看會分數比較高一點 真的 欸我覺得很多這種混淆型的文法啊 真的要有人有peep給你 不然的話 就是會no more car 對對 我想要選D 那我選B 他剛開始會先用問問題的方式是不是 好喔 翻譯的過程中 我已經把他們差異全部講完了 是在問對方你想吃什麼 後面一定要有一個名詞 來幫他限制他的範圍 好 不好念 中間有很明顯的斷開來的感覺 這是韓國人非常非常忌諱的對不對 好 所以就稍微改成了 這樣的念法 是變胖的意思 是不變胖的 我想吃不會變胖的水果 然後當時在問一種種類 一種類型的 你要清楚他們之間的語感的差異 我們下一堂課見囉 大家掰掰 換我來上課了 我們班上只有我是男生啊 你只要表達這一句話的時候 該怎麼說呢 我們班上不是我男生 我們班上是我男生 我們班上是我男生 所以他一開始問完我問題了以後 沒有答案是不是 對 我沒有你 有聽過嗎 男生是我 老是你 老是沒有 對我來說 只有你一個 男老是沒有 我們不理慢的話 意思就是說 我女朋友手漂亮 但是男生在村後面 就變成說 我的女朋友只有手漂亮 就變成說 我心裡只有你一個人 老師好喜歡 你以外的任何東西我都看不到 我的心裡只有你 天啊 我年紀是不是太大 按下錄音鍵練出單句履歷 我年紀再次 我年紀再次 你還要不要吃 我年紀再次 什麼東西我 我年紀再次 我們現在就各自準備了考試卷 我們要來考試了 先考我剛剛上課的內容 然後就洗到韓文太好 根本就也考不到 哈哈哈哈 第一 這位小姐你可以不要講話說出來 老師他作弊 這裡好難寫喔 你怎麼可以寫這麼快 我原來是字寫喔 字寫什麼 字寫喔 字寫的 字寫的 老師他又作弊 呵呵呵 哦原來你下面還有電的東西好賤喔 我想說這麼難寫 你怎麼可以寫這麼快 欸你去哪一本電啊 沒關係啊 我們應該沒有要自漂亮比賽吧 結果出來了 我錯兩題的啊 我錯三題耶 可是我錯的都是文法的題目耶 我錯了 我錯普寶劍的劍拼錯了 還有昨天的酌拼錯了 你都錯不是文法的東西 你有試嗎 我就文盲啊 對 文法都對 改一次啊 好吧 要考你的啊 要考我的了 好緊張喔 他沒出來了 我大概錯個十幾題 蛤? 沒有上課真的好難喔 難怪剛考試考一半你會說好難喔 對啊 你挑到文法好難喔 剛剛上課就覺得很難 你想讀什麼科系 你最近有看到網路上面的那個嗎 問小美人魚說你讀什麼科系的 然後小美人就回他說 安德德西 安德德西 好冷喔 請問對方怎麼問 會讓你回答我跟朋友去了台南 吃了牛肉 看了電影 還喝了好多杯奶茶 好爽喔 哈哈哈 老師 他作答好慢喔 這有時間先支持一下 我錯四題 我也錯四題 我現在是連錯我都不知道為什麼錯 好 我知道為什麼錯啦 大概就是猜這裡 對 但是 我完全是亂猜 上課的時候我就有一點 需要再看第二遍的感覺 感覺滿懶的 我覺得這四個文法還滿難的 好歹我韓文資歷還是比你多一些 對啊 我跟你錯一樣的欸 就代表說我還是需要上課 真的 因為我剛剛完全真的是憑語感亂點 應該是這個吧 我們今天雖然是跟Jella配合的 但是其實有非常非常多 韓語課程教學的人都有找過我們 對 可是因為我們兩個人已經有韓文基礎了 所以我們去看那些東西 然後推薦給完全不會韓文的人 但他可能會覺得很難 這次跟Jella覺得很不錯 是很多東西的文法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要那樣子用 我們只是因為看韓國人好像都那樣用 我們就跟著用 對 所以其實很容易用錯 那種的Jella整理很多 而且他的例句很讓人印象深刻 我那時候中間我確實覺得 哇老師講得很詳細欸 因為像之前我們兩個 應該都會去買書自學韓文 對 自學韓文完了以後會有一種 一知半解的感覺 這些韓文我都看得懂 可是你叫我自己講我講不出來 可能一個文法用一行中文解釋完 然後我們就會 什麼意思 對就完全不知道怎麼使用 對但是老師的例句 然後再加上老師的解說 就會覺得 喔原來這樣子是不是 對 所以啦重點是用語感的方式 然後像我們剛剛上課的時候 他整個課程會有分四個階段 對 第一個會先講一個例子 然後讓你覺得 欸對齁 那應該是哪一個 激發你的好奇心 對然後第二個 還會正式進入課程 可是我覺得他進入課程裡面的時候 那個王老師 他是完完全全的韓國人 我覺得他的中文非常非常的好 對 他感覺得到非常口語化的中文 跟非常口語化的韓文 他可以找到很正確的對應 對沒錯 對沒錯 自己身為外國人 我覺得最辛苦的地方是 我找不到那個同樣對等口氣的詞 比如說 屁勒啦是釀啦 屁勒 這個韓文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王老師 他舉例子裡面舉的最好的 我也覺得 他用的詞是很自然 你跟韓國朋友真的會用的 所以上課會比較輕鬆一點 雖然就是王老師會一直說自己很帥 我那一課是沒有一直說他自己帥 他沒有 可是他會跟我說 哪有馬教授 第三個階段其實就跟著老師念 可是老師有說 他覺得跟著他念的這個重點是抓那個拍子 對 也不是說真的要你念的多正確 可是他就是要逼大家開口 除了聽之外 你要看他的那個嘴型 去調整你自己的發音 最後第四個單元就是你這一次學的課程 然後開始練習一下 對 用起來的話就會變成說 你可能一天花個半個小時 可以從學習到最後考試 應該就可以完成了 Jella他標榜的就是如果你是上班族啊 或是平常真的很忙 沒有時間去外面補習班上韓文課 其實你就是利用自己閒暇的時間 然後在家就可以學韓文 而且他手機他會直接做筆記 你不用另外拿筆記 Jella還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在Facebook他有社團 然後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他們會聚集一起討論課程之外 老師會親自打電話給你跟你聊天 沒錯 這超恐怖的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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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老師就啪哩巴講一句韓文 他就啪哩 他們今年2020年有出一個陪讀計畫 王老師會幫你制定一整個到7月份的讀書計畫 剛好配上7月份之後的盤檢的考試 然後再加上社團裡面的發問直播 然後老師會跟你通話等等的內容 我覺得這很不錯 因為自學最有惰性了 沒錯 好 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試用了Jella以後 我覺得可以推薦給 像是你是自學了 然後你學完一本書了 想要再更進級 但是有一點不知道的頭緒 你也不知道自己學的程度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銜接Jella還蠻好的一個點 或者是如果你就是很常看韓劇韓中 你根本不用看字幕 你都知道那些韓文的意思的話 就是你可以去Jella練你的口語 或者是再更精細的學一下那個文法到底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們都會把資訊放在說明欄裡面 大家可以去參考看看 希望大家的韓文都可以透過Jella有一點進步囉 那如果喜歡我們今天分享的話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Hire Day 開啟小鈴鐺 我是台灣妞喔 我是喜娜 那個百香果 這麼好喝喔 還蠻好喝的 我們喜娜喝百香果開心到 百香果的紙黏在這邊 我剛剛一進門她就跟我說 百香果好好喝喔